"! 比如说!我们回来了! 是来自马来西亚的肉骨茶! 感谢大家选为 成为世界最棒的旅游达人 对,从今天开始 我们会展开我们一个月的 重返富尔摩沙的旅程 看到我们眼睛的眯不开的 阳光南台呢 就要带你们去做 揽车 它可以直接连接到 日坛的另外一头 九族漫画 它里面包含全台湾的 原住民画 阿美族主要是 在台湾 包园 以及 这个姿势是完全臭义的 小朋友们千万不要学 幸运就是幸运 快 中了中了 厉害厉害 坐在它旁边是非常好笑 它一直在喊 它一直喊 口水一直往外飞 然后我就一次被碰到 我还以为是那些瀑布的水结果 我不喊我就会呕出来的 我现在泡布白墨 这个说真的是我做这么多次 很刺激的一次 非常刺激的一次 我们现在会去文武庙 这个是非常特别的 我一直看到有人好像在玩那种游戏 这样子的方向签进去 出现了 好签好签好签 他进去拿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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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拿出来了 算一半了 我们会很光荣的回去 开轩而归 上上签了 哈哈哈哈 五十五城外韩山寺 夜半钟声道科座 有听到最后一句吗 夜半钟声 而那个钟叻 就在我们后面了 对 这个钟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江苏韩山寺 西兰卡 对 那第三个 就在这边 佛广山 佛广山 佛广山为了保留佛鸭 就是建了一个佛陀纪念馆 那这个纪念馆 会把佛鸭安置在那边 那佛广山也会把我们 这个现代的一些佛教文物 或者是日常用品 也会仿造古人的做法 就会买在地下 那这个地宫每一百年开一次 就会开四十八次 就等于 四千八百年 所以你要看的话 你要等公元六千八百年 才能看完 我可以慢慢等到你们 慢慢等 我们来到了嘉宾的台湾灯会了 对 很热闹 非常的热闹 哇 三人海 一片灯海 真的是很热闹 要不然观光指南都写着 全嘉宾这个灯会最好玩的地方 来 我来为你介绍这个非常有创意的灯 你看一看这个 它到底像什么呢 像老虎吗 像老鼠 来 简单就是 老虎 老鼠 傻傻分不清楚 这个就是它的题目 其实灯会本来就是一个非常传统的东西嘛 就是 我们华人非常传统的一个节气 一个文化 但是在这个 台湾灯会呢 非常的时尚 就有结合了 现在当时非常非常受欢迎的卡通人物啊 海绵宝宝 多拉英文 那种很新奇古怪的东西 都可以看得到 所以 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时尚的地方 很紧张 现在我们要去放天灯了 等了一整天 就要等着一个时刻 我的秘密 找个女朋友 不好意思啊 这是我们为你所居住的一场 热烘烘的感觉 天灯 四个字 汉为观止 我的心久久无法停止 对于那一山呢 真的是地生难忘了 很想哭啊 很感动啊 有一种感动 涌上你的眼睛 那个泪简直就在眼眶里面了 耶 八多高层了 太好了 祝大家元宵节快乐 对元宵节快乐 欢迎收看 Bakutev频道 几个星期下来呢 都一直在看山的风景啊 看人文历史 文化之类的东西 然后来到海边呢 整个身体都疏松下来了 然后吹下海风啊 停下海浪的声音 非常的不错 小流村呢 是一个蛮特别的景点 我觉得小流村这块地方呢 是一个很少被游客 开发的地方 所以这边就少了一些 商业的味道 满流很多原始土树的一些 乡村的味道 我不能了 我刚 我克服不了我的心理障碍 然后我们现在要去浮潜了 穿的是打五族的最传统的丁织库 他很爱秀你派他好 不要啊 不要啊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哇 这就是海葵啊 海葵里面的小丑鱼 哇 我们现在站在就是蓝羽上 打五族非常非常有历史性很传统的地下屋 第一次吗 我们 就一个家庭有三个房子 嗯 三间就工作室 梁亭还有啊 主卧室 唯一家 这边有26家哦 48个人还在这边住的 哇 我很喜欢这个地方 可能 可能 可以再来住一段时间吧 但是不一定要穿丁织库 哈哈哈 太美了这边 当阳光 再次 回到哪 飘着雨的 过境之难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还有七号就是我 最喜欢看的一部戏啦 所以来到这边我整个很感动 因为我能成为 那个西边的男主角 哦哦 你要变阿佳了 哇 哇 是阿佳吗 哈哈 好我做阿 油脂一下 哇 真的我吐耶 油脂的帽子 这边其实是一个让他讲 浪漫的一个圣地哦 海角七号 那个最经典的画面 就在这边拍的 哈哈哈哈 你去哪里了 你差点就要开始啦 流下来 吼 我跟你走 吼吼吼 你干嘛这边 吼吼吼 哈哈哈 拥抱画面就剪刀很男的 它们且好 超累的 哈哈哈哈 哈哈哈 哈哈哈哈 到那边跳了 感觉还没有笑 哈哈哈 耶 耶 共舞蹈愛玩 耶